姑娘在这卖玉米呢 玉米怎么卖的 一块钱一个 这些都是你从家里飞过来的 你飞过来要走多少路啊 这么久啊 那走走过来很累啊 小姑娘这样呢 叔叔是外地过来吧 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手机没电了 钱包也丢了 叔叔想请你帮个忙 你看可不可以借两块钱给叔叔 叔叔去买个面包吃 或者是买个吃饭呢 给这么多啊 你就卖了这十来块钱都给我了 那叔叔太太太太谢谢你了 那你爸爸妈妈吗 那你这些玉米卖来的钱准备干什么 妈妈妈生气不好 这么多事啊 要把这些玉米卖完了才回去吗 那这样 那其实叔叔 那叔叔不差这几块钱啊 然后叔叔还把这个钱还给你了 好吧 叔叔这里就两百块钱了 然后 叔叔把你这些玉米 然后给你刷了 你放在同家了 我只想卖鱼米就说了 那这个妈妈愿意吧 我只想卖鱼米就说了 没事的没事的 但是这个不用客气了 那对吧 你看叔叔是看你这么多事啊 然后 你把这些钱拿回去 然后去帮帮忙 看看病 好吧 好吧 那你帮我拿那个带子 然后把这些玉米拿回去 好 那叔叔把你的玉米 都买完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你怎么回去啊 还是怎么回去啊 走路这么远 都太累了吧 那叔叔这里 在这麦给你了 然后你自己收回去 剩下的钱呢 叔叔给你鞋子都扣了 脚都扣了 你剩下的钱 你再买刷鞋子扣 好不好 最近 你听话是吧 你这样听话 把这钱拿到这 叔叔看你也听不懂